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师傅早已等候我们多时 即刻上山 说是再晚点 天热采的茶就不好了 一路闲聊 提到了这里的茶叶属于高山毛间 最好的信阳毛间称为唇牙或者牙头 此时我们只能采到一般的一牙一叶 不知不觉爬上了海拔400多米的茶山 李师傅夫妇是老茶浓了 我边学边采只采了一小把 还腰酸背痛 费眼费力的 感叹采茶不易 关于采茶 有种说法是 早采一天是饱 晚采一天是草 这种是为下茶 就是不是品种最好的 品种最好的就是清明鲜 捕鱼 清明鲜有七天 是昨天晚上咱们会拿是最好的啥 那几天需要大量经验丰富 并且手速快地采茶工 却也不容易找 年轻人都嫌活累前少 宁可去城里打工 不一会儿就采了一小筐鲜叶 看着分量差不多有一斤的样子 够炒一锅了 采完就要马上加工 否则鲜叶就蔫了 影响口感 我们赶紧下山 下山后李师傅一刻不闲 先引人木炭备用 我则被茶房里的三口大锅吸引了 李师傅先把要用的大锅打磨干净 然后点燃干柴热锅 您炒茶就是有多长时间了 接近四十年了吧 接近四十年了 我教你现场烤锅这种手势 这个温度都可以下椰子了 下青椒 不要往地下去 地下去掉手 这就是温度 这个温度我觉得已经烤熟了 这几天一道都可以听见 吃了吃了 哦 听见有吃了 李师傅轻松活泼的表情 也立刻转为了一丝不苟 专注的气场 让人不敢有一丝的打扰 一把像普通扫帚的工具 在李师傅手里飞速舞动 一会儿挑翻 一会儿揉拧 青椰也在锅里飞舞跳跃 变换着各种形态 随后李师傅放下工具 开始手工翻炒 额头也慢慢渗出了汗珠 我也忍不住想用手试一试 不想刚触碰到茶叶就被烫了回来 看来没有多年练就的铁砂掌功夫 还真干不了这活儿 不销一刻钟 茶叶炒好了 炒好的茶叶被立即摊在了炕篮里 用提前烧好的木炭进行烘干 就这样 李师傅凭借一双手一口锅 就炒制出了最地道的信阳高山盲间 已经干了 有热好热好热 忙碌的大半天 终于可以闲坐下来尝一尝 自己动手采摘的茶叶了 看着茶叶在茶杯中慢慢散开 汤色则慢慢熨开 等不及热气散去 就想先尝一口 品尝着清香浓郁的信阳毛间 顿时觉得一天的辛苦也是值得的 特别心满意足 特别有成就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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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